HELLO 各位普洛影音網的各位讀者大家好 我是編輯 Chris 又到我們一個月一次的影片時間囉 這次的影片要跟各位介紹的同樣也是一個小東西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我手上這個 看到這個標誌大家都已經發燒油了 一定就開始流口水了 這是我們荷蘭縣財名廠 Crystal Cable的新的作品 那這個新作品有多新呢 今年年初的時候我在高雄音響長的熊快樂的攤位才剛展出 同時也是今年美國CES展才推出的新作品喔 那這個新作品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Crystal Cable的線材都是以矽為著稱的 所以它的包裝當然就不會太大 不過這次這個新產品它是Crystal Cable旗下的第一款 這個耳機專用的耳機升級線 也就是Crystal Cable首次跨足耳機升級線的領域 這個線材的名稱叫做Duet Duet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一個簡單的開箱了 也是這樣子就開箱完成了 那裡面呢 是一個非常精緻的這個皮的布套 那我們現在打開來看看裡面的線長什麼樣子囉 OK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布套打開 這個真的是有別於一般線材的包裝 真的是非常的小巧 好的 那一樣也是維持著這個Crystal Cable 非常細身的這樣一個風格 那這個耳機升級線呢 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來鏡頭可以靠近一點吧 可以看到它的這個線身的編織 跟我們以前Crystal Cable的這個 常看到的外型呢 是不太一樣的 你可以看到有這個黑白的這個編織 那以前的Crystal Cable我們看到 多半是比較銀色的這個線材 那會有這個黑白編織呢 其實也是Crystal Cable老闆 也就是這個荷蘭的Gabi女士呢 她特別想要把這個耳機線做出一個市場上面的區隔性 那人家一看到是這個黑白的編織線 就知道是這款Crystal Cable的DUET耳機身級線 好的 那我們現在更靠近一點 來看到這條DUET耳機線 好 這個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它的這個線身呢 除了黑白編織之外 它的粉身也非常的柔軟喔 原來醫療級的材料 可以更對於皮膚呢 有更好的親膚性 戴起來非常的舒服 那我們今天拿到的這個版本呢 搭上接頭是這個 給Sennheiser HD800或800S專用的這個 4PIN XLR的接頭 那我們知道Crystal Cable的這個線材呢 它之所以會這麼細 以前呢 我們都知道它裡面是用的是這個 這個同軸的單芯銀線 可是呢 這條DUET耳機線不一樣 它裡面呢 是採用的是高純度的晶銀合金腳線 那這個腳線中間呢 還圍著一股以這個Cabular作為軸心 然後進行腳繞 那此外 它這個晶銀導體 晶銀合金的導體之外 這外面呢 還先用一層這個鍍銀的銅線 作為這個編織網 做嚴密的包覆 可以非常有效的隔絕外在的一些干擾喔 好的 那我剛才前面有說過 這次因為送來的這個版本 是Sennheiser的這個4PIN XLR 就是給這個Sennheiser耳機專用的端子 那其實這個DUET耳機線呢 如果用家有興趣的話 跟這個原廠訂購 原廠呢 跟代理商呢 它就會跟Crystal Cable原廠 它其實這個DUET耳機線是可以 做成各種不同的接頭的 就像是我們這個 普羅影音網的各位讀者 一定都非常熟悉的 像這個Hi-Fi-Man 這種高檔的耳機 它這種專用的端子呢 一樣也可以透過我們代理商 熊快樂 來跟Crystal Cable 訂製成這個給 Hi-Fi-Man 耳機使用的端子版本 那要注意的就是說 不同的耳機線的長度 或是搭載不同端子 售價上面可能會有些些微的變化 那用家呢再多注意一下 好的 那我們介紹完這個耳機線本身的結構之後呢 最後呢要跟各位來說說看它的聽感 那這次用的當然就是 這個Sennheiser 我用的是HD-800S 也就是800的 後來進化版本 那 HD-800S其實本來就是一隻 非常厲害非常全面的耳機 其實本來已經找不到什麼缺點了 那沒想到我搭配了這個Crystal Cable Duet換上去之後呢 一樣我也是用Sennheiser自己的耳廓來推 我發現它這個 聽感的這個聲音的進化呢 真的是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強大 首先 原本音場就已經很開了 它又可以再更外擴 那音場更外擴之餘呢 外擴之後 這些聲音的這些 形體啊好像它墊遠了 但是它 每個的輪廓又更明顯 能量感又更強 你會覺得真的很像是 一個兩聲道系統的感覺 那像人聲的聚焦啊 人聲裡面的細節 樂器的音質音色 還有本身很多更細微的層面呢 都可以在畫上這個耳機線之後 得到非常強大的釋放 所以我個人認為 像我之前也其實也試過不少 有這個HD-800 或8S的升級線 那我試到目前現在這個 Crystal Cable Duet這個線 所帶來的升級的變化呢 真的可以說是 應該算是最頂級的一次 雖然它的售價其實並沒有很便宜 不過我相信呢 絕對是在尋覓耳機 升級線的這過程裡面呢 是一個非常供頂的選擇 那我們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歡迎來找這個 Priso Cable的經銷商 來安排視聽 那我們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各位 掰掰